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看圣经好好看 查下第六章 这一章章我们看到大卫君王 当他安居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想到了上帝的约会 他要把约会运到耶路撒冷 他要牛车来运送 运到一半 牛是前提 乌萨就扶住约会 这时候神愤怒击杀乌萨 大卫非常的惧怕 他想约会不能进到我的城 就运到俄碧与东家中 神透过约会祝福这个家 于是大卫第二次要运约会 不用牛车了 他要按着神原本计划的方式 用人扛台约会 并在过程中充满了敬拜赞美 而大卫献凡祭平安祭位 百姓祝福欢乐迎接约会 进耶路撒冷 但一个女人名叫米甲 是大卫之七嫂罗之女 轻看大卫说 你贵为君王 竟然这样的跳舞 真是不荣誉 但大卫一点不以为意 他说上帝尊容我 因此我要更加谦卑尊容神 而你这个轻看上帝的人 上帝要轻看你 这一章让我们看见 大卫在安居的时候 想到的是上帝的约会 要进到他的城 他的家 并且要用正确的方式来服事神 用正确的态度 不要轻看上帝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帮助我们 看中神的家 神的事 看中用正确的方式态度 服事我们的主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嗯